本节目内容改编自陈县著作 悠悠南北朝 该书籍已经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子尖叫板可在豆瓣图书购买收藏 不曾倾贫难成人 不经打尽老天真 自古英雄出炼狱 从来富贵入凡尘 嘴声梦死谁成气 头马长枪定乾坤 辉军千里山河仔 李明扬威 传猴人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请听大雨 话说南北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 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 各位可以登陆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 搜索大雨茶馆 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 咱们说到一片混乱 北方生灵涂炭 奉着拿贼 高唤带兵进京 孝明帝的神秘死亡 标志着北魏皇权的彻底丧失 之后北魏以及东西魏的所谓皇帝 至多不过是在比赛 谁做傀儡的时间更长一些 关于孝明帝之死啊 各家史书都认为是毒杀身亡的 但是叙述呢 也并不完全一致 总结起来呢 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呢 是正眼注谋论 第二呢 就是三人和谋论 这三人指的就是正眼徐和和胡太后 今天的观点呢 似乎更强调胡太后一人的主要责任 则有略施偏颇的嫌疑 要杀掉亲生儿子 不是胡太后的最佳选择 他要维持临朝称制的合法性 必须维护孝明帝的皇位 孝明帝没有亲生子嗣 一旦驾崩 皇位的传承上就会出现大麻烦 很有可能会使局势失控 孝明帝要夺他的权利 他是担心的 但是他难道不担心正眼徐和这一类受孝明帝记恨的宠臣吗 因为夺权若成功 正眼徐和小命难保 而只要孝明帝还活着 他作为孝明帝的生身母舰 下场不至于很糟吧 至少从胡太后的角度来讲 他不该是唯一的一个主犯呢 您说是这么个道理吗 魏淑的倾向呢 是正眼主谋论 魏淑皇后传里边说 说宿宗之崩 事出仓促 是论闲言正眼徐和之计 正眼传呢 也是持这个观点 天象志进一步说 正眼等耸聚 随说太后阵地 这应该是税 税太后阵地 一个税字就强调了 这个正眼等人的主导作用 让人感觉胡太后呢 是被人当了党内派 当了枪手了 是不是 还是这个说服了他 那么魏淑有意 衬托高欢高明的见识 因为写魏淑的魏淑是 北齐的重臣嘛 高欢以前提出清君策的时候啊 就指明最亏祸首 是正眼和徐和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孝明帝驾崩前后的 一系列事件就很难解释了 孝明帝死前一个月 他宠爱的潘飞啊 生下了一公主 宫中却向外报告说 生了皇子 并且呢大赦改元 这不可能是孝明帝的意思 也不可能是无心的错误 唯一的可能 就是胡太后与他的两位宠臣 通过密谋和彼此妥协 以公主诞生为契机 谋划了一起大阴谋 所以说北史和资氏通鉴 支持的三人合谋论 是比较符合逻辑和事实真相的 那么这三个人都能接受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先杀了这孝明帝 然后再立一个假皇子 掌控朝中大权最终平稳过渡 既摆脱了孝明帝的威胁 又可以继续执政 号令四方 而他们高估了自身的收视乱局的能力 也低估了孝明帝之死的影响力 躲在洛阳宫中搞的阴谋 与玩弄天下与鼓掌之间的手段相比 那当次还是差了 不是一星半点的 胡太后立了一个月大的小公主 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发现朝中的反应比较平静 就以为风平浪静了 就从孝明帝的唐植一辈里边 因为孝明帝是独生子 连个植都没有 所以只能是唐植里边 挑选三岁的元昭 来顶替小公主 然后昭告天下 驻军上党的尔朱荣 得知变故 岂肯罢休 立即怒火动哨 对这个并州刺史 袁天牧就说了 说主上演家只有十九岁 天下人都还称为幼君 何况现在让一个 不会说话的小孩子继位 想要长治久安 怎么可能呢 我要是爱铁骑 挨到先帝 剪除坚令 再立年长的皇帝 你看如何 袁天牧也称赞 说那你可真是一夜霍光 再现当事了 袁天牧本人呢是宗室 虽然说与皇室血缘教书 但是呢却跟尔朱荣的关系 十分的密切 他的表态极大的鼓舞了尔朱荣 两个人接着商议 拥立新军的事 袁天牧认为 彭城王元邪在世的时候 人气很高 他的儿子 常乐王 袁子忧 有其父风范 又有声望 不如呢派人到洛阳城 与他秘密联系 让他做这皇帝得了 尔朱荣也深表赞成啊 他派侄子尔朱天光 带着亲信 潜入洛阳 尔朱荣的堂帝尔朱世龙呢 在朝中任职戈将军 尔朱天光见了尔朱世龙 又由他呢引荐原子忧 皇位送上门的事 毕竟不是人人都能碰上的 原子忧心里边是非常高兴的 这位常乐王的想法也很单纯 一来呢 他对胡太后的行为啊 深无痛绝 而且只恨有心无力呢 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第二呢 他认为啊 说要摆平胡太后 只能依靠尔朱荣的力量 尔朱荣到目前为止 表现的还中规中矩 是大忠臣 于是呢 他表示行 Mandy 我愿意合作 你们愿意推举我 我也愿意给你们谋福利 哎 就请这个尔朱天光 向尔朱荣答复 自己呢 则于尔朱世龙啊 准备停荡 带着哥哥彭城王元少 啊 还有这个弟弟 八成公元 八成公元子正 离开呢 这洛阳北上去见尔朱荣去了 尔朱在上党这边并不安心 他怕自己的选择不妥 又搞了个仪式 命人铸造县文帝诸位子孙的小铜像 想确认谁是天命所归 守住铜像啊 以及北魏传统册封典礼前 常搞的守住金人啊 这是一种占卜的方式 可能的源自游牧民族的祭祀活动 北魏的惯例 每逢册封皇后 要先铸造皇后的金利像 如果成功了 就能站住 如果失败呢 就不利 是不是 那北魏时期的金属铸造业相当发达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不少啊 精致优美的北魏时期的金铜佛像 更是证明了 对吧 我这前几天去南京参观 到这个南京博物院呢 就看到一个 是吧 南朝时期北朝时期的这么一尊铜佛像 哎呀那确实是精美异常啊 那么无论是铜像还是金人 反正铸造本身的技术难度呢 其实是不大的 其决定性作用的就是铸造者 背后呢就是千丝万缕的厉害牵扯了 看起来是占卜 实际上是玩猫腻呢 专门欺骗尔珠荣 这类崇尚迷信的家伙 不出所料 铜像占占卜的结果 唯独原子忧的像铸成了 哎呀 而珠荣放了心了 行我选对了 就上标抗令 行问罪之师 开动队伍浩浩荡荡的向洛阳进发 武太元年四月 公元的五百二十八年 尔中大军在河阳 就是今天荷兰梦金黄河北岸 与原子忧兄弟会面 原子忧随大军度过黄河 就地即位 他就是北魏 静宗孝庄帝 听孝庄各位朋友们耳熟 那有一位皇太后叫孝庄 孝庄帝任命尔珠荣为市中 都督中外诸军士大将军 有了皇帝这面精神大旗 尔珠荣就可以无所顾忌了 他挥师难尽 兵临洛阳 城中的胡太后等等 这一干人等 这可就慌了神了 急匆匆的任命几位将军领兵抵抗 还没等军队完全到位守城的 郑几名 郑先护 听说了原子忧做皇帝 就向尔珠荣大军大开城门了 尔珠荣传孝庄帝诏书 命令文武破官到河桥 面见新皇帝 可怜的胡太后环顾身边 正眼徐和开溜了 将军们也叛逃了 自己可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 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 他也无计可出 就剃了光头 率领后宫嫔妃啊 到城内的永宁寺就出了家了 但是你出家不行 你出家你也难逃一死 尔珠荣派骑兵冲进永宁寺 揪出一身尼固打背的胡太后 连带着小皇那元昭 一并送到了和音 就是今天梦见黄河南案处置 胡太后还要分辨 搬出他那套对付小白脸的招数来 当然了尔珠荣虽然皮肤也白啊 但问题是他不是小白脸啊 见了胡太后这半老徐娘的还在这啊 晃晃悠悠扭扭达达心生厌烦 二话不说 夫一格尔起命 手下将胡太后远昭沉入黄河 胡太后当初强势的时候 杀了被逼做尼姑的高太后 谁承想啊 县世报来的这么快 出城攻营圣驾的洛阳官员聚集在和音附近 儿中的部下废幕 想法很变态 他说啊 现在大军前无敌阵 打仗呢就没了 就就仗没打就夺了权了 是吧 群臣呢是不会服从的啊 如果你不趁机杀两个人立立威 恐怕内乱啊 早晚还会降临 不动刀斧难以控制 我打算趁百官出营 把他们全部诛杀 你看怎么样啊 这个慕容少宗啊 是前沿慕容克的后代 于耳中詹亲很有头脑 慕容虽灭但是南北朝 后期还是有能人辈出的啊 他马上呢就反对 说不对 你看太后黄饮世道 霍乱天下 所以明公才兴兵讨伐 无故滥杀无辜 不分中间只怕会让天下大势所望 绝非长远之计 耳中不停劝告啊 请孝庄帝在陶主的行宫外呢 就朝见破官 破官一到 耳朱容的铁骑 哗啦超就围出来 围了个水泄不通 耳中斥责他们 你们贪恋祥乐 不死报国 乃是天下丧乱啊 皇帝驾崩的罪魁祸首 说着一声令下来啊 把他们都给我端了 数千名官员 上至王宫下至普通大臣 全被军刀砍翻载地 刹那间黄河边上哀嚎漫天 尸横遍野 惨壮不仁呢 这就是著名的和音惨案 也叫和音之变 孝庄弟兄弟在行宫 听到喊声便走出帐来观看 儿众安排在左右的卫士 冲上前去 抱住孝庄弟送回帐中 孝庄弟是大惊失色呀 再浑身看的时候 两个兄弟已经是伸手异出 他自己也被软禁了 孝庄弟这边是又恨又气呀 只怪自己错把奸命当栋梁 他让人跟耳中传话 说帝王更替圣衰无常 将军仗义起兵 轻易平乱 此乃天意 并非人力 我来投奔你 只为了保全天下苍生 且为图谋地位 将军何必逼人太深 若天命有在 那就挑个日子即位吧 如果将军还想存我大位设计 那也请另选贤能 我可以和你一同辅佐 二如荣的气眼 已经达到顶峰了 你谁啊 是不是啊 他的确是想称帝了 军仗内外 儿中的士兵反复高呼 原是盖灭啊 那耳朱是星啊 他一面找人起草 上位找书 一面征求不下的意见 但是呢 军中的意见呢 并不统一 很明显的分成了两派 高欢等人呢 极力劝说耳朱中 你得抓紧时间 早登大保 而贺拔岳则禁言 说将军举兵 志在扫除歼力 如今未立大功 却有这番打算 才乃招货之道 这个时候 针锋相对的 正好而最终分裂 北魏的两股势力 高欢的怀朔派 宇文泰的武川派 宇文泰虽然还没有 头到耳中仗下 但是呢 他与贺拔兄弟交往甚厚 利益呢 也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表面上看两派人呢 都在为耳朱中谋利益 高欢推耳朱中做皇帝 好像很热情 贺拔岳劝耳朱中 不要操之过急 似乎很清醒 但实质上呢 大家呀 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谋划最宽路线的 高欢走的是斜路子 耳朱中呢 称帝的时机 当然是不成熟的 先把耳朱中推到火炉子上烤 哎 然后呢 他高欢以功臣自居 借机生难 有的好闹 和八月走的是正路子 先不要把局势搞得太混了 借着耳朱中的地位 扫出其他势力 在观后效 那么这时候耳朱中的 当然就是被夹在中间的那一个了 犹豫不决 迷信的他呢 决定再次用住相占卜 来做选择 他为自己住金箱 连住了四回 没回成功的 他有赵建惠算命的 功操参军 刘灵柱 询问 我要称帝了是吉士兄啊 刘灵柱呢摇头 不行 天是人是 还都不合适 耳朱中说了 那如果辱我不行 那立元天墓怎么样啊 刘灵柱又说了 元天墓啊 也不行 只有长浪王 有天明 长浪王就是原子佑啊 绝望的耳朱中 精神恍惚 半天无语 过后他深表懊悔 半夜亲自到校庄帝 帐中赔罪 反复声明 愿以死报效朝廷 贺宛月请求耳朱荣 杀掉高欢以谢天下 高欢的那帮的兄弟们 说了一堆好话 又强调用人之计 不该先杀武将 高欢呢 由此逃我一劫 这算是两派第一场 明争暗斗啊 以武川派的小胜告解 校庄帝 有耳朱荣护送 入主洛阳 权力自然呢 就是别想有了 耳朱荣呢 自为太原王 有大风亲信 在朝中到处的 安插自己的势力 反正刚杀了一大堆 空缺的位置 有的是 由于手下的兵族呢 杀的朝臣太多 耳朱荣不想尝住洛阳 他觉得在洛阳住着 可能呢 会被人锁了命 所以他打算呢 迁都到晋阳 既方便自己做阵指挥 又相当于把皇宫 搬到自己家脚底下了 所以呢 不用担心外放 无奈呢 这个方案也被众人反对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个他又没办法了 读官尚书 袁慎呢 更是这以死相争 耳朱荣这方才罢休 为了巩固入落的成果 耳朱荣又让孝庄帝 把他女儿立为皇后 耳朱荣皇后 以前呢 就在咱们这个孝明地宫当中 做嫔妃 耳朱荣也管不得什么规矩了 不过这一招啊 却为他倒台呢 埋下了伏笔 他在洛阳停留了半个月 就回室晋阳了 耳朱荣有他的地盘 也有他的算盘 他先要消灭各路起义军 特别是刚刚在河北 火并了杜洛州的 葛荣的势力 等到功高震主 时机成熟了 那耳朱荣可就要开始 逼孝庄帝 退位了 那么 耳朱荣要逼孝庄帝退位 究竟是否能够成功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